好上一节课我们最后是讲到 呃要利用到 b 平方-4s 大于0来解这个题目哦 所以接下去的部分呢 我们就会去带入 可以把第一条线 移向之后得到 x 等于4加5y除2带进去第二式 所以我们就会有4加5y除2的平方 加上y平方会等于10 可以我们就把它展开哦 16加40y加25y平方 加4y平方等于40哦 所以平方之后全部乘4 所以2的平方会变成4吗 然后我们在整个房程式一起乘4 好呢我们就移向哦 移向之后就会得到 29y平方加40y-2 24等于0 可以我们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方程式 然后接下去哦 正常的步骤我们会去把y找出来对吗 用 嗯 交叉层或者是按计算机哦 如果你有去按的话 你就会发现其实你是按不到的啦 因为这个方程式是不能做交叉层的 你按计算机之后会得到一堆小数哦 也就是讲他的y哦 其实如果你真的要找的话 要做-b 正-k 跟号b 平方-4s 的公式哦 哎我们在这里不会去做这个步骤哎 哎但是我要你知道啦 如果我真的去找的话会有两个y哦 这会有两个y 如果真的去找的话 这边会有y1跟y2 可以两个y 这两个y1跟y2哦 他其实就是我的a点 还有b点的y坐标哎 这样子讲是可以理解的吗 就是因为我在解交点吗 那我把两条线拿来做连利方程式 就是在解交点哦 所以这两个解交点的过程 可以讲个解交点的过程 嗯 会找到的y哦 找到的y1跟y2啊 他其实就是a点的y坐标 跟b点的y坐标哦 只是我们这里没有去把它找出来啊 因为很麻烦 而且题目没有要求我find the points a b 所以他没有要求我find the points a b 我就不要管他了不要找 但是我还是要证明的啦 因为题目要求我proof that 嗯 这条直线跟这个曲线会miss in two real points 所以我还是要去做2 real points 我这样做哎 就去做这个方程式的b平方-4s就好哦 如果这个方程式哦 我等一下去计算他的b平方-4s啊 我去把它算出来 可以29的平方减掉4乘上 哎写错 40的平方因为b平方嘛 来40的平方 减掉4乘9乘-24 来我们算出来的东西如果是 如果是正的 可以算出来的东西如果是正的 那我们就 可以讲他有两个y哦 如果我们算出来的东西是0 这样就代表他只有 一个y哦 如果我们算出来是小于0 代表他们没有y哦 可以这样可以理解吗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所以这东西一定是正的啊 因为平方在负负得正 所以他一定会是正的哦 算出来是多少 没事啊没事 我可以自己来啊 这想大事 可以大于0啊 所以我们就可以讲哎 因为 b 平方-4sc 大于0 所以哦 2x-5y 等于4啊 他其实是会Cas x 平方加 y 平方等于10的 可以这件事情是会发生的 当然如果对你来讲Cas这个字 你会忘记啊 就是你你会忘记掉 Cas这个字是指两个焦点的话 你当然也可以写最简单的啦 就是直接写2x-5y 等于4 mix x 平方加 x y 平方等于10 in 2 point哦 就用最呃跟题目一样的写法而已啊 是可以的啊 这没有问题的消失啊 可以两种选一种来写就好 哎这时候我们就完成 前半段的证明哦 因为这时候我们就完成前半段的证明 就是直线跟曲线真的有 两个焦点 而且是在没有找ab的情况底下哎 你要懂哎 如果真的去找哦 找不到了啦 那个根号 你懂你找到y还要找 还要找找x吗 你要带回去找x哎 会找到疯掉哎 整个人 不可能去做这件事情啊 不可能啊 可以真的不可能的 因为他只要我们证明他两个焦点吗 这样我就证明给你看他两个焦点哦 因为b 平方-4x大于0 会告诉我这个方程式啊 而29y 平方加40y-24哦 这个方程式就会有两个答案吗 他的两个答案就代表 他们有两个焦点ab 两个焦点的意思 可以这样可以理解啊 可以啊 好呃就这样 这个是前半段 后半段 also find the midpoint of cord a b 所以我要去找ab b 这两个点的midpoint 也就想要找这个点哦 哎 这个时候你就会面对到另外一个问题哦啊 就是我要找midpoint 就会需要 呃midpoint 的公式 所以我们写一下midpoint 的公式啊 midpoint of a b ab 的midpoint公式叫做 x1加x2除2 y1加y2除2 来同学怎么办 好像又要xy了哎 我们刚是没有找y1 y2对吗 没有找x1 x2 现在我们要做midpoint 就变成我们真的需要把点找出来 吗 还是不用哎 还是不用 我们还是不需要去把y2 点找出来 因为这边我们需要用到的东西叫y1加y2 为什么叫做y1加y2哎 y1加y2就是 sum of the root 两根之和 第11章我们学两根之和 不b除a 两根之鸡 product of the root c除a 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方程式哦 它的答案是y1 y2 ok 你知道y1是多少吗 不知道 你知道y2是多少吗 不知道 但是我们也不用知道 因为我要用到y1加y2吗 这样我就去写啊 y1加y2叫做-b除a哦 -40除29 丢进去啊 -40除29是y1加y2吗 拿来除2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哦 让我知道原来ab的 midpoint它的y坐标是 29分之20 这个是我ab midpoint的 y坐标 可以到这边 同学理解一下这个两根之和的部分 所以你就会发现整个题目的设计就是 是不希望你去把ab找出来了 他就是把它弄得很难 那个点很难找 因为如果没有哦 他给你整数 假设今天这条直线跟那个 跟那个 呃曲线之间形成的焦点是整数啊 什么3 2啊 不意思啊这种 很确切的数字的话 你就直接做命point就好啊 加起来除了加起来除了 他他要我证明还有两个焦点 我把两个点都找给好 来告诉他真的有两个焦点啊 可是真的不需要做到这个步骤了嘞 不需要了因为他只要求你证明 他有两个焦点吗 他没有让我找ab 这样我就不要找了 因为真的很难找哎 不是我在开玩笑哎 你找到y你会感觉 还好啊找y很容易啊 这样找x要带入哎 你要把y带入进去里面 来看一下x多少 所以真的很麻烦 请开吴 感谢观看 ok 好 接下去我们要找 x 找 x 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因为 y 可以用这个方法做哎 这样 x 的话怎么办 我真的要去把 x 找出来没有 一样啊 不用 因为刚才我们这个 y 的方程式怎样来哎 我带入 x 吗 这样我现在要找 x 的方程式带入 y 啊 把第一式做改动啊 把第一式更改成以 y 为主 所以如果以 y 为主 就会变成 2x 减 4 除 5 把 2x 减 4 除 5 带进去 第二式 2y 等于 2x 减 4 除 5 再进去第二式 x 平方加 2x 减 4 除 5 的平方 等于10 现在我们一样展开好 所以就会有25x 平方加 哎我写错字吗 2a 减 4 是对的吗 啊对了对了 4x 平方减 16x 加16 等于250 所以29x 平方 减 16x 减 2 3 4 等于0 所以一样哦 x1 加 x24 负 b 除 a 啊 所以我们就会有29分之16 可以放进去哦 嗯 嗯 29分之8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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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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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我看吗 这是第一题 所以整个题目的流程分两个part哦 k 然后我刚好像把我 行开到第二题的那个题目哦 所以大家应该就可以 提醒自己要去看第二题的影片哦 k 我们今天上那边就好啊